上午比试 下午的抢达流程 时间排得很满 芸汐和赵云墨一边吃饭 一边讨论着下午的分组情况 远远就看到 李斯诺和周成哲并肩走了过来 虽然都是同一个学校过来的 可打从上次 李斯诺在广播里承认自己的陷害以后 其他同学都不愿意接近他 生怕被说闲话 倒是周成哲不介意 反而似乎把他当成了盟友 共同对抗芸汐和赵云墨两个仇敌 看着他们俩一致对外 芸汐不由得有些想笑 要是周成哲知道 学校那些谣言就是李斯诺散播出去的 不知道 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 言而道林 还是抽李斯诺伊尔光 他开始有些期待 待会儿的竞赛抢达了 但愿周成哲能走到最后 想要一较高下 没有点真本事怎么行 两个小时休息后 赛场开始了分区域的竞赛抢达 一个小时的时间 十个名额就出来了 最后的竞赛抢达现场上 芸汐烈烈地扫了眼四周吵杂的人群 找到了赵云末后 没有意外地看到了周成哲和李斯诺 其他荆高的同学 一个都没见着 李斯诺这么拼命地选了生物竞赛跟英语竞赛 目的为了什么 其实 芸汐心里很清楚 他想要这个保送名额 李斯诺是个聪明的人 很清楚 他身边的那个男人 不会就这么放过他 他得跑啊 只有到了国外 他才能摆脱掉被人包养的阴影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男人不是普通人 先不说那个男人是否会放过他 有他芸汐在 他就不会让他有机会 抢走保送名额 分主名单出现在大屏幕上 芸汐看了眼上头的名单 忍不住眯起了眼 很好 跟周成哲是敌对双方 即便他跟李斯诺一个阵营 他也有把握走到最后 这个竞赛抢达很有意思 是按着五十名 进十名的分数开始的 五十个人的时候 大家的分数都是一样的 剩下的十个里边 都是成绩最好的十个 评委在大屏幕上写了十位同学的分数 芸汐和赵云墨商量好了 这一轮先隐藏实力 不漏底牌 所以 五十进十的时候 他和赵云墨是掐着分数来打踢的 他们的分数 看看进了第九和第十 生物老师和班主任都急得不行 看到这个分数 大家都以为他们俩太紧张没发挥好 芸汐和赵云墨互相看了眼 珊珊的笑着没有解释 索性 就让大家误会好了 倒是周成哲很高兴 因为他的分数在第一名 让他的班主任脸上很有光 分主开始 第一名和第十名 第二名和第八名一主 以此类推 均衡实力分主 芸汐第八名 李斯诺第六 都被分到了和周成哲敌对的一主 红蓝两主比赛开始 大屏幕上会出现题目 由双方按自己台上的按钮抢答 答对加十分 答错的话 倒扣自己目前成绩的十分 如果团队有人不冒险 不打踢 那么他的分数 会被拿出来 给全队的人抢答扣分 所以 你答还是不答 分数都关系到整个团队的输赢 你想躲都躲不掉 抢答开始 芸汐倒是很淡定 他的成绩排在后面 抢答他不着急 倒是黎斯诺信心满满 一连抢了好几个题目 虽然答对三题 可后面 越急就越轻敌了 连连被倒扣了50分 原本80分的成绩 仅剩30分 周成哲也是胜券在握 抢答输得很快 每次抢答正确 都会很得意地看对面的芸汐一眼 他已经抢了六道题 90分的底线分数 加上60分 已经150分了 而芸汐呢 还在原地踏步 60分的成绩 没动过